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儿 好 就那儿 好 就那儿 好 就那儿 好 小波 往后我不让你再发誓了 放心 我总会从天堂回来的 我们回家吧 你说得对 我们不是在热恋 我们是要相守一生 再热的温度 总有冷的时候 我害怕冷 还是恒温最好 宝贝 这儿 别老这样行不行 这儿 我怎么看沉这个连 怎么顾虎大伙的斗志 他就让我每天给你认错 你是个教练 每个队员 要都像你这么唠唠叨叨的 还打什么比赛 你 过来 你们都看好了 今天这两个动作的要点 和准确的位置 来 我跟队长再做一遍 胡教练 你今天设计的这两个动作 是挺特别的 Key O No对我们女生 是行不通的 就是那个出其不意 左个挡右冲拳 直冲对方胸部 像点穴似的 这个不行 女人的胸部 跟你们男人的胯下一样 妖害处是不能下手的 你没看见刚才 医院教练被你冲的 汗都出来了 帅哥 你到点了 我跟队长来 王后要是有了 什么新的想法 就跟咱思评教练请教一下 毕竟人家也是金派教练嘛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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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那边等着我训练的 立比赛没担长时间了 就现在比赛 我要说 我都已经忍无可忍了 何况四平 他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 你忘了吧 我没有忘 等我训练完了 我跟他们全道歉 包括你 行了吧 吃上饭了 快点儿都歇进去 来来来 开饭喽 喽媳妇 我老吃你这饭 我这老脸都没出饭了 你也是这把性子的人了 你呀 跟我亲戚张官 看张奶奶 这阵子血咋样呢 好 可好了 从吃你这小套之后啊 血量稳当了 亲戚 吃完饭带忙 给我洗个手 洗个手 咋回事啊 谢谢啊 话忘说了 人家是你亲戚 不是你老伴 怕张奶奶 你干明还得多跟他说点话 我听人说 耳朵背的人越不让他说话 这耳朵就越背 你光电报纸不中 我这阵子没少跟他说 我说上十句 他应该应上一句 说一句是一句 去吧 哎呀 你看 你看我这幸福的 嗯 香 我这亲家是个能人啊 行了 你们吃吧啊 回头这饭盒等东南再烧回去 一块 不了 我得回去请我那细匣子吃 比啥都香 走了 吃吧 慢着点 亲家 知道 知道了 思平他爸 你老是这样啊 人家亲家早晚得看出来 我看 星系东南呢 啥都明白了 不能 我早先不也这样 早先你可不这样 打我从西安回来啊 我就看你不对劲 那是我没提防你 我总想啊 跟你说说 这心里啊 也敞亮敞亮 回去见这思平他们两口子 这心里也就平稳点 就你这赏我老也不吃东西 你身子骨不垮了吗 还平稳个啥呀 来 接着吃几口 啊 不了 我看你得留着肚子 回去吃东南给我做那小灶 你紧着吃吧 吃完了 把这饭盒投过来 哎呀 我这叫啥呀你说呀 傻乎吃晚上吃的 赵叔啊 这些个营养应该给思平送去 我不能吃 我得编个瞎话 把这些个营养啊 给孩子送去 他现在啊 可不是营养的事了 我已经吃过饭了 十一点半我下课就去了食堂 你来的时候食堂人正多呢 我怕时间长影响你训练 快比赛了吧 快了 吃不下 是吧 姐 思平的病 是不是要做手术啊 我翻过书了 也找了很多 激无力病人的病例 我不想让思平手术 因为从我的调查结果来看 思平现在不属于重症激无力 他现在用药物控制得很好 而且腹中也很小 没发现有腹痛腹泻 肌肉不断抖动 更没有吞咽困难 进食嗆壳的现象 如果思平 胸腺切除了 借你知道 男人还好 女人就不一样了 你会觉得不一样吗 只要你觉得一样 自评还是美的 燕 说心里话吧 这些天 东南越来越不想看我了 特别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几乎就没看过 没想到孔东南这么小心眼 不就是因为那天 我说过了点了 你看他这些天对我的态度 今儿就更不像话 当着咱那么多队员 那还疼吗 疼什么 我谁啊 早闪了 也就脚尖刃滑了一下 好像打乒乓球的机敏度 跟我们是不一样 他就是太机敏了 就那天你跟他吵了以后 他就像变了个人 他一定以为 我还有很多事情瞒着他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也有 还有 这是一张信用卡 密码是你的生日 假如手术 会用一些钱 不可难解 我是个男人 四平一旦手术 我会有办法的 东南 我能有今天 完全是你父亲培养的 本来我就想 如果我真的有能力了 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可是没有想到他那么早 就牺牲在 实验室的手术台前了 其实那次手术 他完全可以不去做 他已经是重病在身 可就是为了帮助我 完成那篇 人体细胞研究的 毕业论文 东南 帮帮我吧 给我一个机会 别让我人生中 留下太多的遗憾 你不是说 当年娶四平 就是按照我 去寻找他吗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不出去 今天看你哪天回来 天上抱着 手里提着 肯定忘了插门 我让你出去 这好多人进来的 干嘛要出去 你看 我想得操控上 看啊 你手里没这玩意儿 都是当厨师的 都放点菜 都不会做菜 你这儿还真没油 冯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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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冯冯 我риз冯冯 喜欢 要去 你 behöver expl 你的 你要做 你 ash Ah sh 你都不肯教他 不是 不是德宝不教 说我嘴笨 您说好 德宝 其实我不是爱给你 像他教的 你是我们家端丽 想吃辣的 可能是有了 我想给他做好吃点 就给拿一串过来 想看看你咋弄得辣死 那好啊 你林叔叔最爱吃辣的了 多放点啊 德宝 是啊 那我赶紧 把门家捡回来啊 怎么了 德宝 是你把他扔下去的 你怎么会这样 玉仙虽然是一个 普通的家务工 可是他和我们一样 同样需要尊重 你现在把火关掉 到楼下去 找他赔礼道歉 去呀 他们不尊重我 说我家教不好 你当然不好了 这么不等礼貌 不是 他们说的我知道 说我高颖预先 像林叔叔一样 我说你不认了 搞什么 你不认识 他说我 他们在一起 那就是 你娶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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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这就 那你娶自己的 我又要你 你娶自己的 你娶自己的 他就好 他就能够 你娶自己的 你别选 打作这辣子 这几天我做的肯定不合你的口 看你吃着不香 回屋歇着就回 我不想吃辣的了 我们今天吃面条吧 小包几天都没去上你的手擀面了 那行 我坐去 你啥时候想吃辣的 我再过几时 看看我们得宝多乖啊 知道自己长大了 要学会懂事 招待客人 现在啊 也知道给林叔叔泡茶了 还给叔叔准备了 很多很多好吃的菜 对吧 我不知道林叔叔了 书中医院打电话说 想吃我做的饭了 刚才我都装好了 待会儿我都送去 你们吃的我也留下了 那就赶紧送去吧 他最急想吃东西啊 连一分钟都不能等 是 那我去了 你们喝吧 我陪你一块去 叔叔 让你们俩一到家我就走 别在你们眼前走一晃 别在你们眼前走一晃 德宝 叔叔换病房了 你找不到他 我陪你去啊 叔叔让我一个人去 他在电梯口等我 四楼 你正好 厉害 建儿感觉怎么样 你没有肚子的 刚才我过来两次 都说你上厕所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早上水喝多了 昨晚上菜咸了点 那我今天做淡一点 那肌肉呢 没感觉有变化 来 念念 还有力气吗 这么多队员不好 回家捏吧 那有什么呀 你现在是病人 我要随时检查你的情况 来 念念 是 闽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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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阮 都能 你别这样 思萍他 我知道他是病人 不能因为他有病 就不顾别人的感受 那天我才明白 他每天是怎么想的 有什么感受 你肯跟你说 也不告诉我 我就等着傻乌乌地被捉弄 指责 大家都知道了我才明白 我是谁 他对我这个丈夫 还有没有信任 夫妻之间 要是没有这信任 过下去还有意思吗 他现在是有病 我什么都不能说 可我是男人 不被信任 就证明我无能 就刚才 我想试试他的肌肉 他都要躲 对 他还说你现在几乎不看他 你为什么不看他 他为了让你看他 我陪他去街上买了最好 最贵的化妆品 那钱 本来是攒着给他爸爸 过七吃大寿的 你看看 我说得没错吧 还是不信任 他想买化妆品 为什么不跟我说 为什么不让我跟他去 他想让我看看 他说话呀 干吗什么都不说 全跟你说 孔东南 你懂女人吗 我不懂女人 你以为我真的没看他 要不是我每天观察 医生就要给他做凶陷切除了 一个女人凶陷切除 凶陷切除 已经通知我做好准备了 不过医安你放心 他现在还没有腹痛腹泻 肌肉抖动的现象 只要控制现状 就不会做这个手术 他已经腹痛腹泻了 手臂的肌肉 也有了抖动的现象 什么 他又不跟我说 我去看待他们的时候 谁家的肌肉調 怎么办 谁家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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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上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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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从今天起 你们四平教练 回家卧床休息 你们要觉得他还行 就好好练 等比赛那天 把金牌拿回来 别让他留下遗憾 因为他的病 就算控制住了 可能也不会出现在这个运动场上 在做教练了 可你们 永远 会牵着他的心 那你呢 你还来吗 你要想让我来 就直说 来 我来 放心吧 这儿有我呢 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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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事 您就不在咱家住了 我也把饭做好了 给你送过去 你不能说我 他愿意让您吃好的 刚才还说 他还说要跟我一块来呢 得宝 林叔叔 跟我是最好的兄弟 是我的大哥 就像你跟婷语姨一样 没有血缘的亲人 我一生都离不开的亲人 我们俩差不多 我不到一岁 妈妈就去世了 十二岁那年 爸爸走了 当时也有人想送我去孤儿院 可我不去 你就守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 几天不吃不喝 后来是林叔叔把我接到他家 还让我上了警校 才有了今天 懂吗 懂 原来不懂 一看我老婆给林叔泡茶 他一来 我就在他们中间扫地 擦桌子 有一回还看电视 声音很大 一生气了 林叔一走 你就告诉我了 跟你说的一样 还有不一样的吧 你一定跟你说了 他本来 是应该跟林叔叔在一起的 是我把林叔叔的爱给夺走了 不是夺 你说他是自愿跟您在一起的 他说叔是英雄 他爱 可后来一发现 英雄爱英雄自己 不爱他 可林叔爱他 对他好 一问我 他到底要跟谁在一起 你怎么说 跟对他好的人在一起 叫他 是 他 是 是 一个人 是 他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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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他 你 叙子 那 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来之前 又给她全面复查了一遍 她知道我今天 去学院接你回来 不行 我后天有课 她希望你 能跟同事换一换 我明白她的意思 她是想出了院 就跟你去办离婚手续 算了 能换就换 不能换就给天吧 你说得对 不能总听她的指挥 听不听 也就这一回了 我明天去找同事换换 试试看 听语啊 最近我发现 你说起博之来 已经轻松了很多 脸上也有笑容了 特别是新路走了以后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在吃新路的醋 才不开心的 看看 玩笑也当真 来 来 新路也该回来了吧 让你来 这些人 去哪儿 对 人 有的 有的 你真是有的 人 不要争了 哪个老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这事咋的了 自平定了 需要休息 我现在就去医院 咱加大药量 你是运动员的体质 跟他们不一样 来 好好躺着 不许起来啊 早上起来还好好的 这就不让起来了 他啥病啊 自平啊 大病 比当年爸的病还难治 这孩子 冒冒失失 静下注 妈 东南说得没错 是大病 平屿 我不是刚回来 我根本就没走 你没走啊 是 我没走 对 对 我想起来了 你不知道 走之前 我跟儿子通了电话 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说 爸爸现在身边正需要人照顾 他一时半会儿又来不了 就让我替他好好照顾爸爸 顺困这孩子 自从我把 回博之老家祭祖的感受告诉他之后 他就越来越懂事了 对了 顺困啊 已经不在地铁站吹口琴了 他现在去人家家里教孩子们口琴 每天要去四家 收入也很高 那多好啊 要是博之老家祭祖的 我相信会很高兴的 当然高兴 他听说了以后 一下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伤口也不疼了 兴奋的要下地走 非要我马上下去给他们买酒 他要和哥哥一起庆祝一下 那时候我才感觉到 他心里还是有这个儿子的 后来没有 因为医院不允许 再说哥哥又是那里的主治大夫 林谦 林谦 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庆祝呢 家里没人管 再让德宝为你们做几个菜 听雨 听雨你别介意 我留下来没让你知道 不是哥哥 是博之 博之觉得 那天跟你说了太多的我和儿子 可能是刺痛了你 他看见你从病房里出去的时候 好像很伤心 所以既然我要留下 还是不让你看见的好 每次我去 都是在你去之前或者之后 我明白他 他一定是觉得 在你和他就要分开的时候 我总出现在你们中间不好 真的会是这个原因 听雨 不知还跟我说 你最近看上去气色好多了 其实他看你开心 他心里也很舒服 是吗 是 看得出来 你开心对他真的很重要 他很快就要出院了 你是来给他取东西的吧 对 他后天出院 那边的房子我都安顿好了 就是有些东西他想带过去 拿睡衣 对 就是薄薄的那种 说是几年前 你一下子给他买了十二件 他只穿了两件 那这拿新的 还是全都拿走 应该是都拿吧 枕头呢 对了 还有枕头 他一直用的那种 就是那个 有乔麦皮的那种 被子呢 被子 被子他没说 我给他买了新的 是最好的 那你坐会儿吧 我去哪儿去 嗯 好 一定是薄芝这个混蛋吧 哥 婷芝看上去很不舒服啊 是薄芝让你来的吧 他不让我来 我哪敢来呀 奶奶 您怎么了 又是因为我老爷吗 您是不是后悔了 这么每天给我老爷和张奶奶送饭 心里不平衡了 那张奶奶是不是念帽子 念得更厉害了 哎 也是 您做这饭菜这么香 别说念帽子了 报车圈都有力气 你老爷 根本就没吃奶奶送去那饭 什么 都让那张奶奶给吃了 头几天我就怀疑了 照说你老爷吃东西挺爱挑走 我就留个心眼 我远远的瞄着他看 他真的没吃啊 我去 吃不下 奶奶 您别伤心 我老爷肯定不是因为对张奶奶好 他才舍不得吃的 我老爷是劳动模范 顶多就是主人为乐 奶奶 你老爷啊是主人为乐 自个儿这闺女得那么重的病 回家很像 他闺女 他闺女不就是我妈吗 我妈怎么了 得什么病了 孙子 不管你妈得啥病 咱都得向你老爷学习 你老爷都快七十的人了 就这么一个鬼 你呢 这么小的岁数 还有你爸和奶奶健健康康 奶奶 您说我妈快死了 瞎说 奶奶今儿跟你说着了 就是给你积个性 你妈得病了 你老爷才是最伤心 最可怜 他这么可怜 一天一天都不吃一口东西 还顾着早晚 回家还都是咱们一家子乐 孙子 你说 咱们得咋表现 咱们得反过来 倒是你老爷高兴 他也高兴了 东西也吃得下了 那脸就不像黄瓜了 你妈看着就舒心了 这新一叔病就好得快了 回来了 小波回来了 下厨房了 是不是嘴又馋了 说想吃什么 今儿我亲自下厨给你做 哪是人家嘴馋呢 是庄厉怕女馋 让我擀面条给你吃 嘴馋了吧 嗯 馋了 快点 看美的 什么事啊 想干吗 我可还没吃饭呢 想得美 我今天上医院检查了 没怀孕 没怀孕有什么好美的 证明你没本事 你瞎说 人家医生给我全面检查了 说我特好 就算是安全期也会出问题 以后咱就这样 一到这几天你就睡书房 那不行 不睡了 那行 我睡 更不行 庄厉 我想好了 咱就生个小孩怎么了 就算咱现在经济收入还不稳定 可咱也从来没想发大财啊 咱俩追求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真的这么想吗 行 不过不许反悔 别等我怀了院 你又想孩子跟我们受罪了 房子房子住得不安定 您要也不能是最好的 还有将来的教育 没问题 我现在开始努力 公司最近接了几个项目 经理找我了 打算让我多接 因为之前的几个创意 客户都相当地满意 还有双休日我可以去做家教 我了解了 现在很多家长都改了方向 不学钢琴了 一个是多 一个是不实际 我就知道这一天不让你加班 觉得无聊了 不行 我宁可晚几年要孩子 也不让你每天半夜回来 还打算双休日也不在家 那家就免了 那也不行 反正我们还年轻 不急 人家说了 大人越成熟 生熟的小孩就越聪明 我们要生一个 最最聪明的小孩 小波 你们经理找过你吗 什么我们经理 你谁呀 你干吗呀 还生气呢 我梦丹 你们公司刚接的那几个项目 是我拉过来的 我跟你们经理已经说过了 条件必须是你做 现在老板都已经到了 人家想跟你沟通一下 你咋期下班呀 下班时间到了 我当然要走 你再过来一下嘛 都还在呢 而且 这几个项目都挺特别的 我知道 你最喜欢挑战了 我真的要走